我们是全市场对全球经济监测,非常全面和连续的机构,在盈利债务周期框架下持续跟踪全球GDP占比超过四分之三的15个经济体。 在回溯了二战之后的中美经济史后,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盈利债务周期框架下持续跟踪全球15个经济体的高频数据。 这15个经济体在全球GDP中诈比超过四分之三,包括美国、欧元区、英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、金针五国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。 本篇报告为相关经济体9月主要经济数据综数。 综合来看,发达,星星全面走弱,美国有所改善,欧英日中全面走弱。 值得注意的是,2018年三季度是2016年二季度,发达星星全面改善以来,全球经济第一次走弱。 表一比九月全球经济数据综数。 注意,表示基本面表现好于前值,表示基本面表现于前值持平,表示基本面表现差于前值。 主二,表中数据为当年纪实际GDP同比增速,全球经济增速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数据。 主三,红色数字为日估值。 一,美国,有所改善。 九月数据显示,美国经济表现有所改善。 整体上看,七,八月份表现平稳。 九月份表现较好。 美国三季度同比增长3.0%,略高于前值2.9%。 我们预计,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获益出顶。 一,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3.0%,高于前值。 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3.0%,高于二季度的2.9%,三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增长3.9%,一于二季度的4.2%,重新有数据分析。 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获略低于三季度。 二,九月美国两大PMI走势分裂。 九月美国EASM和Market两大PMI数据走势分裂。 Market制造业PMI高于前值,但服务业拖累综合PMI低于前值。 EASM表现则截然相反。 制造业PMI低于前值,但服务业PMI则临时第二个月大幅上行。 九月美国EASM制造业PMI录得59.8,坚值61.3。 九月美国EASM服务业PMI录得61.6,坚值58.5。 九月美国Market制造业PMI录得55.6,坚值54.7。 九月美国Market服务业PMI录得53.5,坚值54.8。 九月美国综合PMI录得53.9,坚值54.7。 三九月零售改善,消费者信心上升。 九月,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100.1,坚值96.2。 九月,个人可支配收入折年15.7万亿美元,个人消费支出折年14.1万亿美元。 坚高于前值,九月零售环比上升0.10%,前值环比上升0.06%, 四九月,失业率下降,新增飞龙借业人数下降,劳动财业率持平。 九月,美国新增飞龙借业人口11.8万人,前值28.6万人。 九月,美国失业率3.7%,前值3.9%,劳动力参与率62.7%,前值62.7%, 五九月CPI,PPI同比双双低于前值,九月CPI同比增长2.3%,前值2.7%, 九月,PPI同比增长4.3%,前值4.7%,六九月进出口环比双双上升, 逆差540亿美元,前值逆差调整倍533亿美元。 七九月,制造业全面改善,九月全部制造业出货量,耐用品出货量, 工业总体产出指数,工业产能利用率,全面高于前值。 生产,销售端库存上升,八九月新房销售走入,二手房销售改善, 房价环比上涨,九月新屋销售环比下降5.5%,前值环比下降3.0%, 九月城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上升0.5%,前值环比下降1.9%, 九月美国房价环比上涨,九九月国债收益率上升, 信用利差下降,美元指数下降,口荒指数上升,国债余额同比增速下降。 国际资本净流出美国,九月末美联储资产规模4.2万亿美元, 略低于前值,九月末美国国债规模21.5万亿美元, 同比增长6.3%,前值21.5万亿美元,同比增长8.1%。 九月国际资本净流出,美国291亿美元,前值修正未净流入1081亿美元, 九月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均值3%,均值2.89%, 九月美国信用利差均值3.27%,均值3.38%, 九月美元指数均值94.8%,均值95.5%,九月标普恐慌指数均值12.9%,均值12.5%. 二,欧英日,全面走弱,九月数据显示,欧英日全面走弱, 今年三季度欧元区,日本实际经济,同比增速低于前值,英国高于前值。 整体上看,欧英日三季度经济表现弱于二季度。 一,三季度欧元区,日本实际经济,同比增速低于前值,英国高于前值。 三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长1.7%,低于二季度的2.2%, 三季度欧元区GDP环比折年增长0.6%,低于二季度的1.8%, 三季度英国GDP同比增长1.5%,高于二季度的1.2%, 三季度英国GDP环比折年增长2.4%,高于二季度的1.6%, 三季度日本GDP同比增长0.3%,低于二季度的1.4%, 三季度日本GDP环比折年增长-1.2%,低于二季度的3.0%。 二,九月欧英日综合PMI全面恶化, 九月欧元区服务业PMI高于前值, 制造业拖累综合PMI低于前值, 制造业PMI录得53.2%,前值54.6%, 服务业PMI录得54.7%,前值54.4%, 综合PMI录得54.1%,前值54.5%, 九月英国制造业PMI高于前值, 服务业拖累综合PMI低于前值, 制造业PMI录得53.6%,前值52.8%, 服务业PMI录得53.9%,前值54.3%, 综合PMI录得54.1%,前值54.2%, 九月日本制造业PMI与前值持平, 服务业拖累综合PMI低于前值, 制造业PMI录得52.5%,前值52.5%, 服务业PMI录得54.2%,前值51.5%, 综合PMI录得50.7%,前值52.3%, 九月欧英日外贸全面恶化, 九月欧元区出口,同比下降0.9%, 前值同比增长5.7%, 九月欧元区进口同比增长6.4%, 前值增长8.7%, 九月英国出口同比增长2.9%, 前值增长4.17%, 九月英国进口同比增长2.3%, 前值增长3.5%, 九月欧英失业率平稳, 前值增长6.6%, 九月日本进口同比增长7.0%, 前值增长15.4%, 四九月欧英失业率平稳, 日本下降, 九月欧元区失业率8.1%, 前值8.1%, 九月英国失业率2.6%, 前值2.6%, 九月日本失业率2.3%, 前值2.4%, 五,九月欧元区通胀上升, 英国平稳, 日本下降, 九月欧元区CPI同比上涨2.1%, 前值上涨2.0%, 九月欧元区PPI同比增长4.5%, 前值上涨4.3%, 九月英国CPI同比上涨2.4%, 前值上涨2.7%, 九月英国PPI同比上涨3.1%, 前值上涨2.9%, 九月日本CPI同比上涨1.2%, 前值上涨1.3%, 九月日的PPI同比上涨3.0%, 前值上涨3.0%, 六九月欧英日十年国债收益率全线上升, 九月末, 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规模8.1万亿欧元, 同比增长2.0%, 前值增长2.0%, 欧阳豪资产规模4.6万亿欧元, 按期末困率折算5.3万亿美元, 九月欧元区十年国债收益率均值0.48%, 前值0.39%, 九月英国国家政府债务规模1.7万亿英镑, 同比增长1.2%, 前值增长2.6%, 九月英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均值1.50%, 前值1.40%, 九月末, 日本国家政府债务规模1092万亿日元, 同比增长1.0%, 前值增长1.2%, 日本央行资产规模545万亿日元, 按期末困率折算4.8万亿美元, 九月日本十年国债收益率均值0.13%, 前值0.11%, 七九月欧英日制造, 零售全面恶化, 九月欧元区零售指数, 同比增长0.8%, 前值增长2.2%, 九月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, 同比增长0.9%, 前值增长1.1%, 九月英国零售指数, 同比增长4.9%, 前值增长5.7%, 九月英国工业生产指数, 同比增长0.0%, 前值增长1.1%, 九月日本商业教授同比增长1.0%, 前值增长4.2%, 九月日本工业生产指数, 同比下降2.9%, 前值增长0.2%, 三、中国, 再度走弱, 回顾整个三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斗势, 七月份下行, 八月份享福改善, 九月重回下行, 合并来看, 三季度实际经济增速录的6.5%, 低于前值6.7%, 明义TDP增速录的9.6%, 低于前值9.8%, TDP评价指数甚至出现了轻微的回升, 三季度录的2.83%, 二季度为2.76%, 与之相应, 三季末实体部门占物余额, 同比增速略高于二季末, 这使得政策含护币和财政, 能有放松空间。 从稍长期来看, 我们维持此前的判断, 及信用创造, 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缺口会趋于缩小。 广浮通胀压力下降, 后续持继GDP增速大概率会与GDP评件指数一道下行, 也就是说明义GDP增速的下行速度会快于实际GDP增速。 当GDP评件指数落至零附近时, 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又没有打开, 该时点最早可能也要等到2019年三月附近。 从支出法GDP的结构上看,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, 但边际上在三季度有所减弱,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8.0%, 高于去年同期的64.5%。 简单框算, 三季度单季贡献率为77.0%, 低于二季度的79.2%, 前三季度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1.8%, 低于去年同期的32.8%。 简单框算, 三季度单季贡献率32.6%, 高于二季度的31.5%, 前三季度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-9.8%。 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2.7%, 简单框算, 三季度单季贡献率为-9.6%, 高于二季度的-10.7%, 整体来看, 海外对国内经济的拖累有轻微减轻, 但仍然较大, 这与我们去年年底, 有关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触顶回落的判断一致, 三季度人均消费支出出现全面回落, 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8.0%。 低于二季度的-10.1%, 其中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录的-6.0%, 低于二季度的-8.1%。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录的-11.5%, 低于二季度的-13.9%。 收入方面,三季度则出现了轻微的改善, 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.8%, 高于二季度的-8.7%, 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录的-7.9%, 高于二季度的-7.8%,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录的-8.9%, 高于二季度的-8.7%。 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三季度录得-76.5%, 低于二季度的-76.8%, 与PPI同比增速三季度出现回落一致。 具体到9月数据, 较8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, 7月下旬以来国内商品价格整体快速上涨, 与国际商品价格的表现出现分裂。 在此背景下, 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量难持续, 10月中旬开始似乎已有回落迹象, 如果如是, PPI和GDP评件指数的下行速度将加快, 与之相对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则大概率走弱。 消费方面, 9月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中端行业全线大幅走弱, 结合收入数据, 未来也难有亮点。 万事方面, 四季度大概率美国实际经济更会有所下行, 全球经济进入共振下行阶段, 对国内经济的拖累仍然较重。 我们认为, 中国经济尚未出清, 仍在选底过程之中, 但从实体部门在物数据上看, 失速消滑的概念很小, 2019年中期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速有望下降至险在水平附近, 对意识体部门去杠杆基本结束, 鉴于实际经济增速较为平稳, 我们建议投资者更加关注民意经济增速的变动。 若民意经济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, 将会对战士形成较好的支持。 标9月经济数据表现弱于8月, 新表现好于8月的数据, 城镇调查失业率、 消费、投资、出口、 CPI、财政支出、 粗高产量、 市中有色金属差量、 以锡差量、 煤炭差量、 表现差于8月的数据。 工业增加值、 进口、 PPI、 财政收入、 汽车差销同比较幅扩大、 发电量、 房屋新开工、 商品房销售、 购置土地链机、 水泥产量、 原油产量、 新9月天然气产量同比预前值几本持平。 29月南华综合指数、 CRB指数环比下跌。 1月就衡量, 9月南华综合指数低于8月, 但现货指数全面上涨。 农产品批八价格指数、 铸肉价格、 钢铁价格、 煤炭价格、 水泥价格、 化工品全面价格环比上涨。 国际方面, 大宗商品价格9月中期环比继续大幅下跌。 1月度直至计算, 9月CRB指数录得412, 简直418。 国际油价、 欧洲煤价、 铁矿石价格环比上涨。 天然气价格、 国际坚价、 国际铜价格环、 C薄玉米价格、 C薄小麦价格、 C薄大宗价格比下跌。 9月波罗比海散运指数、 98月环比下跌。 3.9月房地产、 汽车、 钢铁库存铜比上升、 煤炭平稳。 9月商品房贷售面积5.3亿平米, 铜比下降13.0%, 简直铜比下降13.6%, 9月房屋施工面积76.7%, 一平米, 铜比增高3.9%, 简直铜比增高3.6%, 9月汽车库存139万辆, 铜比上升9.1%, 简直铜比上升6.3%, 9月底全国主要刚才平容库存总量, 铜比上升4.5%, 简直铜比上升3.8%, 9月底中间企业钢材库存量, 铜比增高1.8%, 简直铜比下降2.4%, 9月底全国高炉开工率68.1%, 高于潜值66.7%, 盈利刚才比率83.4%, 与潜值基本持平, 9月底, 金黄岛煤炭库存, 同比上升1.9%, 简直同比上升13.1%, 9月底六大发电机团煤炭库存同比上升42.9%, 简直同比上升34.3%, 4、新兴, 整体走弱, 9月数据显示, 新兴经济体新加坡, 马来西亚, 泰国, 印尼, 印度, 俄罗斯, 巴西, 阿根廷, 墨西哥, 南非, 表现弱于简直, 三季度合并来看, 表现弱于二季度, 1、三季度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弱于二季度, 三季度新加坡GDP同比增长2.6%, 低于二季度的3.9%, 三季度马来西亚, GDP同比增长4.4%, 低于二季度的4.6%, 三季度泰国GDP同比增长3.4%, 低于二季度的4.5%, 三季度印尼GDP同比增长5.2%, 低于二季度的5.3%, 三季度俄罗斯GDP同比增长1.3%, 低于二季度的1.9%, 三季度墨西哥GDP同比增长2.6%, 与二季度持平, 二九月新兴经济体服务业PMI高于前值, 但制造业拖累综合PMI低于前值, 九月新兴经济体制造业PMI录到50.3%, 前值50.8%, 服务业PMI录得52.2%,前值51.7%, 综合PMI录得51.6%,前值51.8%, 俄罗斯九月制造业, 服务业PMI全面高于前值, 均超过50. 中国九月财新, 中采PMI数据走势一致, 均是制造业PMI走低, 但服务业带动综合PMI走高, 均超过50. 新加坡九月综合PMI低于前值, 且跌过50,南北九月综合PMI高于前值, 但仍跌于50, 马来西亚、墨西哥九月制造业PMI均高于前值, 均超过50, 燕尼九月制造业PMI低于前值, 超过50. 三、九月CPI同比增速, 整体高于前值, 九月CPI同比增速高于前值的经济体, 包括马来西亚、俄罗斯、巴西、墨西哥、阿根廷, 九月CPI同比增速低于前值的经济体, 包括泰国、印尼、南非, 九月新加坡, 厌度CPI同比增速与前值持平, 阿根廷九月CPI同比增速高达40.5%, 高于前值34.4%, 四、九月平方米同比增速整体低于前值, 九月平方米同比增速高于前值的经济体, 包括泰国、印尼、印度、巴西, 九月平方米同比增速低于前值的经济体, 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俄罗斯、南非、墨西哥、阿根廷, 九月印度M2同比增长14.9%, 前值14.5%, 北超等国内政策带来的低低数, 影响基本结束后人数高位, 阿根廷近期平方米同比增速较高, 九月高达48.1%, 低于前值49.5%, 九月俄罗斯平方米同比增速仍在量位数, 路的11.8%, 前值12.6%, 五九月外贸整体表现弱于前值, 九月进出口双双同比正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新加坡、印尼、 印度、巴西、南非、墨西哥, 双双同比负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阿根廷, 九月没有经济体进出口, 同比均好于前值, 均弱于前值的经济体, 包括泰国、印尼、 印度、巴西、 埃根廷, 六九月工业表现弱于前值, 九月工业同比正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马来西亚、 印尼、 印度、 俄罗斯、 南非、 墨西哥, 其中马来西亚、 印尼、 俄罗斯、 南非、 墨西哥好于前值, 印度, 弱于前值, 九月工业同比负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新加坡、 泰国、 巴西、 阿根廷, 均弱于前值, 七九月零售表现弱于前值, 九月零售同比正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新加坡、 泰国、 印尼、 俄罗斯、 巴西、 南非、 墨西哥, 其中新加坡、 墨西哥好于前值, 泰国、 印尼、 俄罗斯、 巴西、 南非弱于前值, 九月零售同比负增长的经济体, 包括阿根廷, 弱于前值, 把九月汇率对美元继续全面贬值, 以月均环比计算, 我们观察的十个新兴经济体, 九月汇率, 对美元继续全面贬值, 只有泰国升值1.30%, 其中贬值幅度最大的还是阿根廷, 贬值22.46%, 贬值幅度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和巴西贬值4.49%, 和4.44%, 九月外汇储备较前值增加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, 印度, 南非, 减少的经济体包括马来西亚, 泰国, 印尼, 俄罗斯, 巴西, 墨西哥, 阿根廷, 九九月十年国债收益率全面高于前值, 以月度均值计算, 新加坡, 马来西亚, 泰国, 印尼, 尼度, 俄罗斯, 巴西, 南非, 南非, 来九年国债, 墨西哥等九个经济体, 九月十年国债收益率全面高于八月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